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空自己是不是就说 从空性里面 就是不要用脑子思维 智慧就自然 它就会出来 不是 放空自己是在任何境界里自在 在任何境界里都不被守空自在 这就是空性 就是在时空里面四线 空性就是没有任何境界的空中 你就空了 内外境不空 不是你头脑里面 一念不生的就是百气壮了 那不空白了吗 或者石头人家一念不生 是不是 你这个觉 约觉怎么四线出来 是你自在 这叫空 佛学的空就是自在 任何事情你都自在 而且这种自在 甚至在时空自在 生脑病死自在 就心无挂碍的境界 头脑只是一种思考 但头脑跟心无挂碍两码是 头脑思考并没有问题 你总得思考 但是思考没有不留痕迹 就是误来这一 过去不留的境界 但这个需要心无挂碍 正得心无挂碍才是 这个需要正量的 不是在意识层面想像一个虚空 或者头脑一片空白 像一个念头 这不是佛学的空性 那真的是就是空白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你说我 我进入一种状态 我能够口肉学和 淘淘不绝的说一些东西 好像超越了自己平时的 对 就有种感觉 那只是你专注了进入一种状态 那只是在某一种状态里 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打开了 那个的空性不是空性 还不是一回事 就是我突然有的时候会觉得 有种潜能 但是没有东西不是来自于空性 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空性 也不能说它不是 空性就像地基 你所有的建物 所有的你起用 你说话 做事甚至吃饭 你一呼一吸 你都是因为有空性 因为有永恒的空性 剩下的都在刹那刹那上面 只有空性有恒的在那支持 空性不灭 不生不灭 永恒的不动 一切都在这上面运作 这世界 时间空间 一切都是因为有空性 因为这上面的运作 才有妄想 才有幻境 没有空性 连幻境也不起 但是从意识前面清理 好像空性是有一个东西 那么有一个东西 你在意识前面 就会介绍一个对空性的认知 比如说空性像虚空 或者是一念不生的境界 或者禅定的某种境界 或者空性是虚空包含万语的境界 等等等等 只要你在意识层面 建立起的任何一个念 都是跟空性相奔利的 都已经不是空性 所以要放下所有的妄想 狂性动先 歇迹菩提 歇才是 狂性动歇的时候才是 所以从如入不动人来入门 只要有念 只要有念 只要有念头 你已经不是空性 不是真空的状态 就是已经从大海里面起了水波了 只要是 其实你只要用语言表达了 那就已经不是空性了 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证得 刚开始你是用分别性来去做的话 你在迷失的时候 可以说都不是 你都没有证得 但是当你证得的时候 你思考问题 用语言表达 不像空谷回音 就是正如无声的境界 就像空谷回音 假如说你在空空的三谷里 有一个回声 这个回声呢 你能说它从哪儿生出来 从哪儿灭了吗 因为回声嘛 你不能说它从哪儿嘴里冒出来 我们说一个声音 你能说 你这个声音是从我的嘴里说出来的 它有生灭嘛 但是一个空空的三谷有个回音 就是啊啊啊啊 你然后有个回音 这个回音你不能说 从哪儿生提到哪儿灭嘛 你没办法说它生 它是 我是举个例子 它是一个无声的境界 这就是无声法人 只有无声才能永恒 如果你有生它就有灭 它就不永恒 但空性我们的空性是不灭的 不死的 所以它称无声的境界 就没有生所以不会死 所以如果你证得空性的人 它的意识层面 就是说不管它是 做任何事情 它通脑里戒文决志 它通脑里去思考一个大问题 不管思考之 说什么话 它都想空腹回音 就说不留痕迹了 就是想空腹的回声 而如果你迷失 你没有正的空性 那你每一句话 戒文决志的每起一个念 都在造业 因为那些业力就是很 起心动念都在造业 都是执着 你这样说 就执着在世界里 这样说又执着在空间里 这样说 因为你迷失嘛 你不是心无妄碍的状态 就是正量不够 那么你就不一样 所以说刚开始就是绝而不动 从绝而不动入门回去 从不动开始 但是这个绝不能说 我觉得什么了我不动 我觉得什么了不动 是一个圆绝的状态 但是你圆绝 你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因为你也达不到圆绝 因为圆绝 你说我的耳朵圆绝 那我的耳朵应该听到四方的声音 但是我现在听不到 你只能听到附近的声音 是吧 那眼睛要圆绝的话 眼睛应该看到 无量无边的四方三四的境界 但是你眼睛看不见 所以你的是我觉 觉得 我叫牙牙 我觉得牙牙 是不是 但是绝而不动是 你不要去定义它 你连定义也不下 牙牙就牙牙 但是你能够知道牙牙 寥寥分明牙牙 这是让你区别于你是个植物的 比如你是一根草 或者一个树 你不知道牙牙 是吧 但现在你在牙牙 你有绝 寥寥分明的绝 但不要动 甚至连牙牙 这个定义都不下 就说你是个活的 不是个死的 你坐在那活的 寥寥分明一切 那不动 但连定义都不下 所以加了个绝 不动且加了个绝 是指的是 空性本来就有寥寥分明这个功能 我们的空性是原了之一切的 它就有寥寥分明 空性又不动 不生灭 不死 就不轮回 空性是不会轮回的 空性 而且呢 它寥寥分明 而且觉知圆觉一切 寥寥分明 而且呢 不留痕迹 这些都是空性的特点 你要回归空性 你不能做到这些 側弯法语言空性 你错不在 好 你的 太感谢热 经历转到 这个非常完赏 诱逐